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城而无法参与大选投票 疫情风控下的上海衍生出次生灾难 上海坚持清零 民怨四起 当局有难言之隐吗 台湾是否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中的中心舞台 王毅表示 佩洛西访台将踩踏一中红线 台湾批中国蛮横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上海实施风控以来面临严重的断粮危机 网上有人怒吼快被逼死了 连有女巴菲特称号的徐欣都在网上求援 需要面包牛奶 还有人干脆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 如果冲出小区被抓起来是不是就有饭吃了 还说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秦始皇时期 老百姓要起来造反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上海普陀区一名男子在小区中拿着电话来回走嘶吼着 他说自己住在普陀区 身份是徐慧的 位于徐慧区的父母被封了两个月 独居的外婆没人照顾 物资只备到4月5号 店铺开不了 员工没饭吃 还等着还房贷 男子压抑不了自己的情绪怒吼 一名80后住在开鲁武村的男子饿了四天 找遍所有政府渠道得不到帮助 最后警告110 这是官逼民反 男子无助的说 4月1号登记的菜到现在还没收到 打电话给居委会只获得跳针式的回应 再克服再克服 打给派出所没想到索方指挥他 这里也没饭吃还是会叫你回去的 陆媒财新网7日报道 上海一家软件公司负责人 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 该公司在上海几十名员工中 至少有10%存在每日依靠方便面 饼干冷冻食品维持的情况 一些不开火的年轻人 已经完全断粮的险境 文章提醒 买菜吃饭是市民群众最关心的事 也是必须要全力以赴 保障好最重要的事 在微博里一长串的抗议求助 明确写出自己所在的小区位置 不约儿童哀嚎着没有收到任何物资 一名上海家定江桥镇市民诉说着 这几天大家共同的遭遇 不只是声斗小民网上也流传着 素有风投女王的今日资本徐星 在朋友圈求助需要面包牛奶 后续还发文称 因为儿子带了朋友 家里住了12人 食物需求大 目前已经解决 他喊话 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上海的顾先生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风控20多天来 总共收到两次物资 大概够吃10天左右 他们还算幸运 提前备着粮食 大部分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封城 根本没有准备 那物资供应 它没有了 断掉了 那个网上 那个快递 他们也断了嘛 也停下来了 所以网上购买也不行 上海风控远胜载道 上海市委会写给全市党员公开信 只能精神喊话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以往是艰辛越向前 大物为乞丐和我先上 跟我上的实际行动 任何困难都难不住 压不垮 英雄的上海市民 胜利一定属于这座光荣的城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法国将在4月10号 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 但受制于上海封城的严厉措施 法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五宣布 在上海的5000多名法国选民 将无法参与大选投票 因为中国当局拒绝了法国使馆提出的 有关让在上海的法国公民 到当地领馆投票的请求 详情请听记者 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严厉措施 使得上海一直处于完全封闭 停滞的状态 偏偏这个星期天 是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日 法国大使馆8日宣布不开放上海投票站 5246名法国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 法国大使馆表示 已经多次与当局接触 包括和高层接触 以便一方面允许授权开放投票站 另外一方面授权选民和投票站工作人员 以及监察员的特殊出门许可 只是法国大使馆指出 很遗憾上海当局4月7号的答复是 鉴于上海的形势严峻复杂 为了上海全体人民的安全 客观上不可能满足领事馆要组织选举的条件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法国选民 分布在7个领事选举名单上 法国大使馆在7个城市开设了18个投票站 大使馆表示 北京、广州、成都、武汉和香港的投票站 都将如期开放 投票可以按计划举行 然而受制于封城的严厉措施 上海的法国公民无法投票 在沈阳的法国选民也处于相同的境遇 4月1号以来 上海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部关闭 出入行动受到严格监管 根据法国新闻台 旅居上海的民众洛里安娜说 我们无权走出这栋大楼 除非要做检测 三个星期以来 我们已经做了七次检测 即使我们养有小动物 也不让出门 法国选民也因此陷入困境 根据法律 不允许国外的侨民在总统选举期间 通过在线投票方式参与总统大选 因为总统选举只涉及两种投票方式 投票箱投票和代理投票 而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到投票站去 尽管法国大使馆已经尽一切的努力 希望可以在地投票 但在经过与宪法委员会协商后 决定第一轮总统选举 不开放上海投票站 许多生活在上海的法国人 并不掩饰他们的失望 在商业领域工作的马迪尔就说 我们有点失望 这是肯定的 因为即使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仍然想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 我们还认为可以制定解决方案 以便能够投票 例如以电子方式 最终我们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很沮丧 法国参议员佛萨和乐格吕特 就写信给外交部长乐德里昂说 上海的法国社区 目前正经历及其严格 清零措施的戏剧性时刻 要外交部重申 确保一切都将以外交方式完成 以免法国家庭分离 此外 法国人也很焦虑 发生紧急情况时 是否能够及时到达医院 而高中会考已经临近 高中生及其家人也都表达了对应考条件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希望离开中国返回法国 但是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他们问外长是否可以考虑包机回法 对于上海的居民来说 投票是一个问题 现在又有困难获得食物的新问题 关于4月24日的第二轮投票 法国外交代表承诺将密切关注当地卫生标准的发展 保持充分动员 希望能够定期举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新冠病毒持续肆虐上海 单日新增染疫人数超过2万 当局坚持的风控管理和清零政策 正在造成更严重的次生灾难 血透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 癌症患者无法进行手术 异地就医的患者被赶出医院 清症送医的老人 也疑似因为耽误诊断而导致死亡 在医疗资源挤兑的大上海 这些悲剧能否可以避免呢 以下是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排不进去就得在家等死吗 住在上海家庭区的居民 王朱敏着急地问着 因为三月底以来 疫情风趣管控 他77岁的父亲 已经7天没有做血透了 父亲身体虚弱 四肢肿胀 对于尿毒症的病人来说 每周大约三次 每次四小时的规律透析 是维持生命的保障 连续七天没有做透析 再加上年纪 以及其他的慢性疾病 这可能意味着 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 王朱敏告诉本台 父亲本来固定在家 附近的海华医院做血透 每周三次 三月底 海华医院先是告知 院内医护人手有限 床位紧张 后又通知 因为有阳性确诊者 血透中心疯掉了 王朱敏与家人急得发慌 找居委会 市政府 急救120求助 也迟迟没有下文 王朱敏说 每多等一天 老父亲的状况就越来越糟 他们决定7日到中心医院碰运气 但他与父亲在那坐了一整天 无功而返 连医生的影子都没看到 记者7日与8日多次 致电海华医院 家庭中心医院的急诊室 或电话中或无人接听 门诊部则接于三月底关闭 根据海华医院的微信号 自三月中旬以来 医院已抽调500余人次 赴前线支援核酸检测 家庭中心医院的公开资料也显示 3月28日 有一组由100名医护人员组建的采样队伍 赴浦东支援核酸检测 跟王竹敏的父亲一样 仰赖血透维持生命的病患 在大上海约有2万多人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 在这波疫情袭来以前 上海透析的医疗资源 就基本呈现饱和状态 疫情后 一些透析室出现了阳性病例 或密接者而被迫关停 部分医护人员被隔离 大量医护人员又被调离岗位 支援核酸检测的情况下 医疗资源更难以落实在 真正需要的病患身上 就这样 3月底以来 微博上每天出现上千则 上海疫情求助的帖子 大多是老人 慢性病患者 癌症或血透病人 其中77岁的上海血透病人 沈瑞盈就在3月28日晚间 因为长时间 未渗透息造成的心肌衰竭而死亡 传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病毒 自3月以来 肆虐上海 一个月内 上海的每日无症状感染者 从个位数上升至如今超过2万人 截至4月8日 这波疫情已经累积超过13万例 官方继续一系列严厉的风控管理手段 以便进行大规模检测 并坚守动态清零政策 4月初 上海浦东疾控医生 竹卫平与上海科普作家汪杰 以及一位上海居民的两段对话录音 在网路上流传 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讲 现在其实整个上海医疗资源 确实是在处于一个挤兑的状态 竹卫平坦言 上海应对奥密克戎的反应过度 以至于医疗资源非常紧张 他说专业人员对于政府 请全程之力清查病毒的做法 特别绝望 三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 现在全部把这个病 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 花了这么多的人财物 在做一个 对 人力 物力 财力 就全部都在往后催 对呀 就在做一个类似流感 你说你看到哪个国家 防流感这么防吗现在 79岁的上海居民七国庸相信 若有足够的医疗资源 他健康的妻子张四玲 就不会在三月底 突然由轻症变成重症 不致身亡 七国庸告诉本台记者 他的妻子在三月二十二日 因为肚子痛送医 家周围的三家医院 都因悦疫情停收 改送到较远的普南医院 却又疑似在医院人手不足 误诊的情况下 先以一线炎处理 但第二天改为重症 最后疑似长庚组 引发的败血症 二十三日下午去世 其国庸说 院方跟他坦言 医院实在忙不过来 因为有发热门诊 又有大量因疫情排队等化疗的肿瘤病患 但他还有很多疑问 是不是误诊 延误了救治时机 是不是有足够的医生处理 就不会发生这一切错误的认定呢 33岁的雷女士 也感到绝望 雷女士带着癌症晚期的母亲 从杭州到上海来治病 她告诉本台 原本在三月二十三日 拿到上海复旦肿瘤医院的住院通知 安排七日内手术 但疫情防控突然下了一条新规 异地患者要多十四天隔离才能住院 但是我们第七天过去的时候 医生是这么说 他说现在病房比较空 但是我们是一直来的 必须要等十四天 他连问道 有空的病床却住不进去 难道癌症致死的病人 比新冠病人还要不如吗 医疗挤兑 正导致着各种次生灾难 在上海各地上演 原上海长征医院主任医生 妙小辉 4月7日撰文呼吁当局 要关注和解决新冠疫情下 额外死亡的问题 他引用数据估算 仅是糖尿病患 上海因新冠疫情全面封控后 额外增加的死亡人数 就可能高达2140亿人 他写道 说到底 奥密克戎感染后的死亡率 远远低于医疗挤兑 带来的额外死亡 尽管民员沸腾 专家学者疾呼 中共中央政府定下的 清零政策方针 以及严格防控措施 没有变动的迹象 官方宣布 再调派2000多名军队医护人员 以及至少7500名 江苏的医护人员 赴上海支援 王竹敏不以为然 他说 这只让他想起 在朋友圈读到的一句话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病人死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家杰 华盛顿报道 有着2500万人口的上海 全市封控 已经有多天 网上到处记录着 由于政府配套措施 不到位而出现的民间惨剧 但一家中国官媒 星期四发文说 越是防疫工作吃紧 越要摒弃 躺平的心态 在上海爆发 大规模疫情的情况下 北京当局 为何仍然坚持 动态清零呢 今天记者驾驾的报道 上海市卫健委通报 全市周四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00多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2万多例 即使当晚 上海本轮疫情 已累计报告 本地感染者超过13万例 但只有一例重症患者 尚未出现死亡病例 不过 严苛的封控措施 造成的次生灾害 在当地随处可见 不少上海市民近日表示 他们的生活物资严重匮乏 政府迟迟没有配送 在网上也时常讲不到菜 另据网民曝光 多名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因被当地医院 以疫情防控为由拒诊而去世 上海政府还表示 只有在家长 同样是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 才可以与染疫子女 同住在儿童区域进行配护 引发医学人士 对防疫骨肉分离政策的 强烈质疑 北京时政评论人士 华波对记者说 尽管他所在的地区 从未遭到封控 但他非常理解 被封控人员的感受 一个封城来讲 可以说是代价非常巨大的 因为停止的人员的流动 经济活动等等 上海的经济总量是全国第一 这种代价可以说 是金钱来讲都不可计算的了 但在当局看来 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官媒人民日报 周四发表评论文章说 任何防控措施 都会有一定的代价 但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相比 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本台记者此前报道 由于中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当局的确难以承受 疫情全面爆发 给公卫系统带来的巨大负担 但让很多人感到不解的是 既然大量研究表明 西方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 非常有效的话 中国为何迟迟不进口 这样的疫苗呢 有舆论认为 这显然是面子政治在作祟 新华社近日报道 中国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亲自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确定了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动态清零总方针 习近平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 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大病救助桩案前高管任睿洪认为 当局不断强调 全国防疫政策的大方向 是习近平俏定的 本身就表明 动态清零同样是个政治任务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 周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说 急于升迁的中国地方官员 争先恐后地执行动态清零政策 以此对习近平表忠 特别是对那些 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 中共二十大上赢得中央委员会委员 乃至政治局常委席位的人 这种投机心理更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本轮疫情让中国医学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再次陷入舆风波 自从上海疫情近日恶化以来 陈文宏一直表现低调 也有多日没有更新微博 他去年曾在微博上发文说 各国都在 借有如何与病毒共存的问题 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曾给出一张漂亮的答卷 也一定会学习到更多 他随即遭到一些网友炮轰 被指责崇洋媚外 但张文宏上个月表示 他不同意躺平 如果疫情蔓延 国人可能会付出较大的死盲代价 任若宏分析说 上海疫情爆发 很可能正是一场政治博弈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疫情在江浙湖地区 出现了这种急转直下的 大规模的爆发 它事实上是跟一直以来 上海这个利益经济集团 对中央的清零政策的不满 和暗地里的对抗造成的 中国媒体报道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 集中可离救治场所 国家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 就是集中之一 建成后预计可提供4万张床位 基于爱知电台记者江浙华生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之行 因其确诊新冠肺炎而宣布延后 但其行程中将包括访问台湾的消息 还是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北京方面提出严重警告 有学者认为台湾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 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议题 而且会持续下去 以下是记者凯迪的报道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 台湾问题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话题 4月10号将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 虽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何时能够访台还是问号 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罗伯特萨特对本台表示 在美中激烈竞争大背景下 美台关系只会继续强化 美国对华政策会继续强硬 在此背景下 美国方面对台湾的支持还会增加 自习近平上台后 对外日益显示出其全球扩张野心 对台政策也越来越强硬 尤其是在第二任期 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 习近平提出 九二共识下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 但拒绝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 同时中国近两年来不断派遣军机扰台 并派遣航母穿越台湾海峡 令台海形势日趋紧张 萨特教授认为 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习近平的核心目标 就是实现其所谓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国 这也是习近平就任后的核心目标 在其第二任期内 更加被放大和强调 他放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方针 而采取更加强势武断的方式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认为 习近平上位之后 为巩固权力必须安内攘外 利用台湾问题煽动国内民族主义 因此令这一议题持续被升高 回顾特朗普总统时期 美中交锋主要是以贸易战为主 但在国安顾问博尔顿及国务卿蓬佩奥等重要官员支持下 美台关系也在全面加强 包括四年当中11次对台军售 总值高达183亿美元 美国还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并派遣内阁成员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等等 拜登政府上任后 战略上继续采取与中国竞争和支持台湾的策略 目前已有三次对台军售 并曾派遣两个特使团访问台湾 萨特教授认为 美国强化与台湾关系 并不是把其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而完全是一种战略需要 这不是美中之间的讨价还价 而是两大强权的斗争 这也是媒体所忽略的地方 他们忽略了过去几年当中 这种持续加剧的战略竞争 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变得强硬的原因 在萨特教授看来 美国主要在三大领域面临中国挑战 包括在印太区域的战略平衡 高科技领域竞争 以及中国对普世价值和全球治理的侵蚀破坏 而台湾在这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不得不重视台湾 叶耀元教授也认为 台湾问题被持续提升 是美中霸权之争的反应 近年来 美国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 包括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位置上进行封锁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台湾就是美国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然后作为一个抗中的一个第一岛链的一个战略地位 美国本来就是会把台湾纳住自己国家利益的一环 当前俄乌战争也令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对台湾面临中国威胁的处境更加关注 三月中 习近平在和总统拜登视讯通话中 双方在讨论乌克兰问题同时 也讨论了台湾问题并针锋相对 更加凸显出该议题在美中之间的重要性 不过萨特教授认为俄乌战争只会令中国在武力攻台的问题上更加谨慎权衡利弊 叶耀元教授则表示 乌克兰和台湾的状况并不一样 乌克兰对美国来说并非核心利益 而美国当前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纽约时报去年曾引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话说 台湾已不再是一个波及面狭窄的小问题 它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 甚至可以说是主线剧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确诊新冠肺炎 推迟亚洲之行 不过中国外长王毅7号宣称 佩洛西将访台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的红线 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反击中国蛮横 对外交活动指手画脚 以下是记者黄春门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规划 访问日本之后接着访台 不过这一项行程已经因为疫情而推迟 然而中国官方连续两天火力全开 中国外长王毅7日在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 伯纳通电话讨论乌克兰问题时 就佩洛西将访台一事表态 王毅宣称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 明知故犯 窜访台湾 将是对中国主权恶意挑衅 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 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 王毅放话 如果美方一意姑息 中方并将作出坚决的反应 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日在立行记者会再次就佩洛西访台回应称 他对佩洛西众议长感染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问 但是赵立坚补充说 他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访问 而是立即取消访问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 8日在立法院总质询时 对佩洛西计划来台表示欢迎 同时也祝福他早日康复 继续为自由民主和台美关系努力 对王毅批评此举践踏一个中国红线 苏贞昌批评中国一向蛮横 对世界各国的主权行使外交活动 美国的议长叫来台湾是一个最好的我们之间坚守民主自由共同价值的一个努力 中国不必说三道四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将安也不客气直指王毅的说法 言辞蛮横 我将安指中方的说法再次凸显中国官员在专制政权的长期洗脑下 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治理过台湾的事实 公然威胁美国政府及其民选议长 中国公然威胁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的民选的议长 中国专制的政权完全不懂得尊重民意 以及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 他们只会以霸权的心态来恐吓其他国家的政府跟民选的官员 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诚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敏感神经 中国也在观察此次佩洛西若访台 美国是否会借力实力把台湾当作嚇阻中国的力量 另一方面他也解读 从这一次俄乌战争中乌克兰的表现 似乎有些案盘在进行 台湾可能也有这样的状况 中国的反弹有这个意味在 这个时刻加小这么厉害 也有那个意涵 就是说因为大陆内部现在正在疫情上海封城 内部的反弹压力非常大 压力过非常大 又封城近年 我觉得有点转移 蒙志诚补充说 中国只能加大文攻武贺 以战略嚇阻 因应任何美方清台或强化印太战略的作为 并避免美官方访台层级日渐提高 美官方访台常态化 所以中国国内对佩洛西访台消息 有大肆威吓的言语可以预期 但目前还看不出有实际动物的迹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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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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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秋季召开 相关的外交政策的走向备受舆论关注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周五发表题为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评论文章 重申 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有评论认为 当局此举是为中方在俄乌战争中的 所谓中立自圆其说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4月8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 总结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 赞扬他开创性提出 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 给出中国答案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按照清诚慧荣理念 和与您为善 以您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文章提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独步向前 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建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多月以来 北京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国际社会更指责中国对俄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 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 为北京的取态自圆其说 一国家已经侵略了的一个国 另外一个国家侵犯人传 所以万劫北京国际人伤亡 这样一些大事大非的问题 他用于只要对话不要对抗 这么一大而化者的这样一个外交语言 他其实掩盖了在国际社会上 拥有的道义 拥有的这个原则的坚持 至于说中共所谓的不结盟 一句谎言 中共的外交部部长就说过 中国关系不是结盟关系 但是比结盟关系还要好 等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 中共就在物资方面 很多方面支持俄罗斯 所以中共的这样一些外交话语 基本的都是欺负国际社会 说一套做一套 近年中国被指推行战狼外交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 郑宇硕表示 中国未来外交路向何去何从 无法从人民日报的文章看到端倪 这一类的文章都是很强调成就 都很强调 郑宇硕表示 这类文章很强调成就 以及习近平的外交政策路线 最近几年中国外交面对种种挑战和挫折 美中关系的倒退使得美国有意重新围堵中国 反映中国面对外交困境 经济实力并不如前 中国的很多宣传都比较针对美国 在批评和针对美国的同时 有时会有战狼外交的色彩 近年中国一直强调对香港落实全面管制权 随着纪律部队出身的李家超 参选特授外界关注 将来香港在五官制港下 对外政策会否呼应所谓的战狼外交 学者郑宇硕认为 随着香港官员国际活动空间受到限制 港府的作风也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 郑宇硕表示 2019年下半年以后 种种示威和抗议活动受到港府强力镇压 负责香港治安的数位官员 均受到国际制裁 活动受到打击 少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有所表现 针对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 对香港的种种批评 中国外交部和港府都强悍反击 随着中国外交路线增加战狼色彩 港府反击国际社会的抨击时 战狼的色彩也有所加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日在中国的淘宝和拼多多等购物平台上 出现了以俄罗斯Z字符号为主题的服装和贴纸等产品 由于Z符号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 中国电商的举动引发外界的关注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在淘宝上 一款被商家描绘为Z字车贴 俄罗斯战斗民族坦克标志同款的反光贴化 在一个月内出售了超过400件 有不止一名购买这一商品的网友 在留言区用俄语战斗口号乌拉进行了留言 目前在中国的各网购平台上 售卖与Z字标志相关的商品的商家为数不少 现居加州湾区的人权活动人士向力 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曾参与声援乌克兰的线上活动 他认为 目前中国民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崇拜Z字符号的现象 与中国政府对舆情的引导有关 他们一直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无论是在安理会 还是在别的国际场合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秦敬平是有意的去营营 想打造这种硬汉形象 他把自己的形象也往普京这个路数上移营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政治性的引导的 风潮的一个行为 Z字在俄语中含有胜利的意味 在乌俄战争爆发后 Z字符号不但被喷涂在亲乌俄军的车辆上 也成为了俄罗斯民间支持侵略战争的标志 在俄罗斯 支持普京的人们集体穿上印有Z字符号的服装 手举国旗并录制视频 也有人排成Z字队形 表达对侵略战争的支持 在今年3月举办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世界杯体操比赛中 俄罗斯运动员伊万库利亚克 曾在领奖台上身穿印有Z字的服装 因此遭到了调查 向利认为 崇拜Z字符号运动展现的是一种新纳税式的风潮 对于有中国人出售购买Z字符号商品的现象 他的评价是 在中国网购平台拼多多上 一个网红商家目前正在出售多种Z字T恤 在其中一款已出售了数百件的T恤的评论区中 有人表示 看抖音欧美禁止Z字母 立马上拼多多搜了一下还真有 物流很快 两天就到了 朝南必备 还有人直接表示 支持俄罗斯 也有人说 打算穿这件出国 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值得注意的是 很大比例的买家都是年轻人 研究国际关系的旅美学者李培表示 目前在俄罗斯之外 Z字符号正受到不少亲俄人士追捧 包括有亲俄传统的塞尔维亚和中国 他认为 这种代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符号 与中国目前正被当局提倡的民族主义思潮 有相合之处 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说 在1949年之后 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在长达数十年的阳谷之后 Z字符式的流行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自乌俄两国开战以来 中国当局既对网上挺乌克兰的言论 进行审查和控制 并放任许多亲俄言论 及俄罗斯当局公布的假消息的传播 本月初 在乌克兰政府指出不洽阵的居民遭俄军屠杀之际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却认为这件事属于炒作 此外 在联合国大会于4月7日 进行的关于暂停俄罗斯 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投票中 中国是24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 李培说 近几年中国政府出于反对欧美的需要 在宣传中持续将俄罗斯描绘成 抵抗西方控制和渗透的英雄 而这一点契合了中国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他认为 如今信息发达的时代 一个社会尤其年轻人群体 公然支持如今一个主权国家 支持纳粹行为 被国际社会知晓支持时间问题 这些服饰和图片便是中国一代年轻纳粹化的证据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六个星期 中国政府对外未敢明确挺俄 但在国内却控制言论 煽动仇外情绪 在这个敏感时期 瑞士驻华大使馆原定在北京 放映一部以乌克兰为主题的电影 却两度被中方临时取消 瑞士使馆即时提出抗议 然而在中国的网络上 小粉红网民们则继续炮轰 瑞士加入欧盟制裁俄罗斯的做法 请听本台记者吕希发自伦敦的报道 这是体育不是政治 这是法语电影《奥加》当中的一句对白 电影讲述15岁的乌克兰体操运动员奥加 因为当任记者的母亲 勇于批评国家腐败 而面对人身安全威胁 必须自己一个人到瑞士受训 然后正当他在异地艰苦受训的同时 家乡却爆发了大规模示威 母亲和他失去联系 这部由瑞士和法国合拍的电影 以乌克兰13年年底 爆发的广常革命为背景 这场运动也为当下的俄乌战争 埋下了伏笔 电影获得瑞士电影节最佳剧情片 最佳剧本和最佳音效三个大奖 并代表瑞士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瑞士驻华大使馆原定在3月31号 把这部电影带到中国 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举行私人放映 并邀请了66名嘉宾观看 当中包括了10名外国驻华大使 作为中国法语活动员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早在去年11月 已经计划好的活动 却在最后关头被中国当局领时叫停 瑞士外交部向瑞士传媒瑞士资讯确认事件 并强调瑞士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了 即时抗议瑞士外交部这样说 中方最后一刻才叫停放映 他们给出的原因先是说因为疫情 之后又说是因为电影内容 旅居英国的华人作家马健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中国官方沿线外国文化交流活动 已经不是第一次 并以此严控中国官方以外的讯息和思想流入中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5年吧 英国的大宣章那个展览 其实就是一张 难听得说就是一张 800年前的一张牛逼纸 整个的共产党就吓得 要控制不让这个展览进到这个中国的大学 不让被中国的大学生发现 中国共产党它控制的这个范围 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凡是民主自由 有人权的国家它都会控制 因为这些方面对他们来讲都是被禁止的 都是不存在的 2015年是被誉为宪政必组的英国大宪章 生下800周年 约定在中国有人民大学博物馆 以及上海官府博物馆公开展出 而展场却临时被更改为 英国驻北京和上海的大使馆 是展览对公众的开放程度大减 而除了原定在3月31号举行的私人放映 瑞士驻华大使馆原本也安排在4月6号 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放映奥家 而这场公开放映同样被中方阻止 瑞士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 只是含糊地交代放映取消 并表示正努力协调 希望电影能够尽快与公众见面 而天文底下却融入了大量小粉红的恶毒留言 以下我的同事读出 瑞士二月底宣布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目前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将近800亿美元的资产 而中国小粉红却似乎比俄罗斯领导人还要生气 翻炒瑞士驻华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微博 底下满满都是指引瑞士中立国地位 抛红瑞士冲攻俄罗斯资产的挺俄留言 马基安认为全世界还支持俄罗斯的大国 几乎只剩下中国 中国对内控制言论 使民众无法得知真相 这个时候瑞士起来制裁俄罗斯 对中国政府而言是煽动和挑战 对小粉红而言也是不可接受 能够真正的站在乌克兰立场上的人几乎是很少 或者说知道乌克兰的处境 甚至他们在乌克兰已经建了工厂投了资 甚至在那里做生意的人 他们也不敢说话 他们一说话也照样被小粉红们给骂 叫卖国贼怎么样 因为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极权国家 它控制着言论自由 导致这些人真的没有办法辨别什么叫真相 甚至完全没有逻辑的 他认为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 如果中国控制外国使馆的文化交流活动 外国政府也不应当让中国战狼在外传播中国的大外宣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态度含糊 没有严厉谴责俄罗斯 也不支持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自由亚洲团队记者 吕希英国伦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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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北大武集团创办人员 孙大武去年7月遭中国当局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并在近日传出资产遭低价拍卖 孙大武之子孙福硕 以及大武集团全体集资参与人 日前相继发表公开信 引发外界的关注 详情请听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孙大武的次子孙福硕 在一封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公开信中 描述他们近年来的遭遇是场噩梦 以及他疑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为何被夸大异化为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 指这种敏感化政治化妖魔化的背后 是否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 根据维权网刊载的信件内容 孙福硕在公开信中写道 我请同事代读 对于大武案有中央领导批示的传闻 虽然我坚决不相信 然而我却无法解释大武案被政治化 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现实 以及大武遭遇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对待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能给您写信 请求您的关注 孙福硕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中 指他们面临法院勾结和北新发地公司 借执行知名以整体低价建卖的方式 抑郁经吞大武资产的绝境 上周二 河北高碑店法院发出拍卖公告 称将在4月14日 对大武集团的资产进行拍卖 而集团至少51亿人民币的资产 估价却仅为6.86亿人民币 大武集团全体集资参与人 在4月5日也就此发表声明 表示对于大武集团被低价拍卖 深感震惊 痛心和担忧 并指司法机关采取杀鸡取乱 赶尽杀绝的强制执行方式 不仅是对企业和员工极度不负责任 也损害了集资参与人的利益 在前澳门大学教授程铁针看来 这些呼吁无法对孙大武案 带来有效的帮助 结果并不乐观 长期关注孙大武案的他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也只能我们只能预期 不管你抗议也好 公开信也好 你有职业也好 都没有用 孙福硕在公开信中写道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此 被有关部门收监 会不会被寻信滋事 但唯有通过公开信的方式 才能把声音发出去 对此成铁钧也对孙福硕 以及全体集资参与人的安全 感到担忱 他说 在他看来 现在孙大武集团在河北发展成功 不仅声音好也受到当地民众爱戴 陈铁钧 他说大武集团即便在发展可能出错 不够完善 但都不是铁罪 当局用如此蛮横的方法 将使中国的民营企业走下坡 2021年7月 孙大武被河北法院以寻信滋事 妨碍公务等八项罪名 判刑18年 罚款311万人民币 并曾经传出他遭到酷刑对待 此外 他的儿子两个弟弟及集团的19名员工 也被判刑 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就认为 孙大武是改革开放最好的模范 但显然 中国当局无法忍受 一个民营企业家具有如此的资产名望 同时有如此的思想 他告诉本胎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境地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你随时政府就可以找一个民营企业 把你送接 然后把你的资产抢了 涛亚学感叹 孙大武案告诉社会 民营企业的尽头就是孙大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措施还在继续 目前还没有办法得知明确的截止日期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不便之外 也引发外界对上海经济的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 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最新的评论指出 如果上海的封城措施只在4月持续 那么上海的GDP可能损失6% 但也会给全国的GDP带来2%的损失 该行也将中国的第二季度GDP的预测 从5%降到4% 另有国际投行高盛的报告指出 3月最后两周 高中风险地区城市占到中国GDP的1% 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措施 让一些省份生产中断 外出就餐服务暂停 对消费打击可能很大 但固定资产投资受疫情的影响较小 美国与菲律宾目前正在举行 双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这次军演从3月28号开始 估计会持续12天 双方总共派出兵力9000人 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 美军统帅对媒体表示 两军之间的友谊与信任 将保证这次军演获得成功 菲律宾的军事首脑也表示 这次军演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 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 最近传出卸任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让其副手徐雷接手 徐雷去年已经被任命为京东的总裁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强调 这使得刘强东在中国科技行业 在中央监管措施下 又一位让位的亿万富豪 在刘强东之前 已经有电商平台拼多多创始人黄征 和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先后把职位让给了副手 目前在知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 只有腾讯公司的马化腾 和搜索引擎百度的李彦宏 仍是创始人兼CEO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亿大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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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